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特朗普為了競逐連任 簡直就是搞盡腦汁 而在昨晚他又在Twitter上使出了奇招 究竟是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事緣在昨天 民主黨和共和黨就著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的談判就正式破裂 特朗普已經指示了助手 說要暫停談判 直至大選後 特朗普就有解釋到原因 他說當他勝選連任後 就會立即通過重大經濟刺激法案 照顧勤奮的美國人和中小企業 他又指責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並沒有誠意去磋商 同時就指示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 要集中精神來處理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的問題 因為民主黨就說要在參議院裡拉布 而且剛好共和黨又有兩名的參議員 中了招募費 所以特朗普就說其他事情不要搞了 先搞了這個大法官人選 因為對於選舉選後的爭議 是很重要的 好了 這個談判就破裂了 去到昨晚 特朗普就發功出奇招 他在Twitter上 首先說到 如果在他面前收到一份獨立的 1200美元救助支票法案 他就說這些支票 是會立即去到偉大的美國人民手上 特朗普還說 現在就可以立即簽紙了 你聽不聽到佩洛西 好了 跟著他又再分享自己這條貼文 補多一句 說快點行動啦 我等著簽紙的佩洛西 特朗普這招 就是非常之厲害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雖然能夠通過這份法案的機會 就真是微乎其微 因為連這個 新一輪刺激經濟方案都談不成了 還談什麼才行 但是 無論這份法案最終是能不能夠通過得到都好 特朗普起碼就是出了聲 說要派錢給市民 1200美元 承一承翻差不多一批港幣 那些選民聽到 當然是開心的 當然是移得你快點派 因為派錢 就是雨露君尖的 每一個人 無論他是什麼階層 什麼年齡 什麼性別 什麼學歷 什麼都好 大家均等 每人1200美元 最公平 特朗普說要派錢 大家都明白 無非就是為了吹谷選情 就算最後派不到也好 起碼他有這個心 起碼他提出了這個建議 但是如果民主黨去做難老虎 決定不採特朗普的時候 就民主黨吃虧了 當然民主黨不採特朗普的機會就是極大 怎麼會讓你在選前能夠再派一次錢 來吹谷自己的選票 當然 要通過這個法案 就一定要參眾兩院一起通過的 參議院就是共和黨控制 眾議院就是民主黨控制的 所以特朗普若然這個議案通過不了的時候 就可以歸咎於民主黨的責任 所以特朗普這一招就是沒有虧底的 只有益處 派到的 又是他的功勞 派不到 又可以推個波 給民主黨 所以我認為特朗普使出這個奇招是行得很好的 然後再看看有一家獨立的監察機構 叫做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 根據他們所說 拜登提議 在下年的稅收政策 就是要增加稅收 反而特朗普就是 決定要繼續減稅 實際上一看這些 政策 你就知道 為什麼 CNN的民調也好 或者是哪一家紐約時報的民調也好 為什麼查出來 每次都有超過一半人認為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被拜登優勝的 在目前這個經濟下行的時期 還怎麼會向民眾開刀 還怎麼會向民眾加稅 當然要減稅 減稅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可以刺激消費 是可以推動得到內部需求 你推動得到內需的時候 起碼可以在 增加就業職位方面 或者是推動經濟復甦方面 是下得到一些力度 你說加稅的時候 本來有班人就已經是失業了 那些失業人士就不會交稅的 除非是間接稅的 直接稅他們就不會交 即是說又會將加稅的擔紙 就放在仍然有工作職位的人身上 這些哪算是共渡時間 這樣就只會使得他們更加不敢出來消費 因為經濟下行的時候 好說不好聽 今天就不知明日是 個個都當然會緊縮開支 那你那個經濟什麼時候才得復甦呢 所以拜登在這個時候 提出加稅是很有問題的 傻的都知道不應該這樣做 是不是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本地的情況 昨天我又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講關於香港的酒店業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一個現象就是 逢親星期五、六 有些酒店的 接待處那處 排滿了人籠 很多人就去排隊入住 而且酒店的設施都要排隊來使用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呢 就是因為 掀起了Staycation的熱潮 Stay vacation兩個字 合併了 中文就姑且可以譯為 留港度假 因為Vacation就是度假 Stay就是留下 有了這個熱潮以後 其實就可以幫香港的酒店業 頂一頂先 因為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放那個旅遊業 相信就遙遙無期 至少要等到有疫苗 不知道何年何月 好了 那這班本地客 其實就是 救了這個酒店業一命的 零丹妙藥 反而 酒店業主聯會 就說了一句話要被迫做本地市場 很多香港人聽到就真的很嘔疑 你說到好像本地市場 很委屈 實情如果沒有這班客人的時候 酒店業的衰落更加快 分分鐘會出現大財源 有得做就千萬不要慎 會折墮 當這個流港度假的熱潮慢慢消退之後 任你這班傢伙 怎樣敲鑼打鼓那些客人都不回頭 你真是害怕 好了 至於我看到那篇文章 其實是說什麼呢 主要是說 目前有些酒店業的 從業員 對於本地客的態度 就真的很差 怎麼差呢 原來有些從業員在背後 罵那些本地客做黑衣 而且還批評那些本地客的要求 是嫌三嫌四 實情本地客為何他真的要去入住酒店 照計全部都是有家住的 不是麥蘭文 他入住酒店的原因 很簡單 第一就是想借著這個星期五、星期六的週末假期 你都去假裝自己真的在旅行 所以他就要租酒店來住 但是他不會出街的 他會經常留在酒店那裡玩 那他才是似去旅行的 如果他租了一間酒店 然後又走出街玩 那他為什麼要租你那間酒店 他不如自己住回家算了 考慮到本地客的需求的時候 其實酒店業界就要思考一件事 到底在他們的酒店裏面 那些設施的配套 能不能夠滿足得到本地客的需求呢 這篇文章就正正是導出了 根本上本地酒店有很多那些所謂的設施配套 全部都是門面的東西 隨便有就算了 香港的酒店和澳門酒店的 不同之處在於哪裡 這篇文章的分析就到位了 他就寫道 說澳門酒店的設計 很多時候都是預了那些客人 經常會留在酒店那裡玩的 泳池又做得很漂亮 餐廳和商店又多元化 酒吧又有吸引力 而且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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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本地客人說得這麼難聽 你別做吧 你做回外地客 看看你有多少億 得蝎好意就衰回手 都不要求對客人感恩 但也不要說話說得這麼難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